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現在要改口了 因為我們要使用星期二日報繼續廣播 今天是2023年10月8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香港時間星期日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講這個時事 繼續跟大家詳細分析 由於本台原本用的舊頻道星期二得道 就是被徹底封鎖了盈利功能 我們現在將節目只能夠繼續 全部放在星期二日報 繼續廣播 敬請大家注意 也敬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 因為 我們的舊頻道星期二得道的覆蓋範圍比起現在星期二日報好很多 數據也好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 戰鬥力大減 經濟也出現了困難 我們也需要再進一步 財減人手 再將我們 的員工 要再 減一點 沒辦法 也請大家記得繼續運用 星期二日報 這個頻道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繼續支持我們 敬請大家一定要幫忙 這節我們也和大家繼續跟進 這個中東的亂局 中東 真的可以說忽然之間爆發大件事 這次這件事 有很多詭異的地方 至於 中東 的尾巴衝突 我們也在較早之前的今天的節目也跟大家說過一次 中東的一系列衝突 都跟以色列有關 以色列就是因為 在 中東 中東的穆斯林世界裏面是立國 導致周圍的阿拉伯世界 全部 跟以色列 都有仇口 大家有仇恨 再加上背後的邪惡俗心 在背後運作 所以本身中東問題 本身中東問題也是世界兩大陣營之間 的一種 是延伸的博弈 所以就算 耳巴衝突 可以由頭再說一次 就算有道理可以說 其實恩怨和仇恨 還有背後的地緣政治的複雜性 也不可能 一時之間解決 所以 我們再去 調查到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誰對與錯 其實對於前瞻那件事 的作用也不大 因為這次很明顯 巴勒斯坦 尤其是哈馬斯 哈馬斯佔領的地方 是最小的部分 因為巴勒斯坦 在這個位置上面 可以劃分為兩塊 一個 就在南邊近海 就是加薩地帶 另一個 就是大家 最常聽到的 約旦河西岸 West Bank 另一個 巴勒斯坦 是的 層和人口多很多 加薩地帶也由於被以色列徹底封鎖 這個地方 根本 跟戰區沒有分別 也不斷收到以色列的進攻 哈馬斯 控制了加薩地帶 等於建立了政權 加薩地帶是完全被 以色列海洛空封鎖的 所以哈馬斯 這次有能力發動那麼大規模對以色列的進攻 這件事絕對 是沒有理由會發生的 我們相信絕對以色列的情報科 應該一早就會有 那麼詳細的軍事行動 還要再加上 你 連 黎巴嫩的真主黨也同一時間對以色列發動進攻 當然以色列 軍方立即對黎巴嫩的真主黨進行還擊 眾多 事件加起上力 你也會發現這次 哈馬斯 巴勒斯坦這一邊發難 絕對是一早有部署 而且 巴勒斯坦這一邊的哈馬斯居然能夠在同一時間發射 7000枚仿佔 這件事絕對不尋常 絕對有理由相信 其實背後搞鬼的 就是這個 俄羅斯 中共 還有伊朗 中共 俄羅斯 伊朗 是鐵三角陣營 邪惡俗心 大家應該沒有任何的疑慮 其實 我們這一節也要揭露哈馬斯是喊出火來 因為哈馬斯不單止 針對平民 將大量 的以色列人露走 將他們當成人質 也不僅 這次還要被發現 哈馬斯 是瘋狂地對以色列進攻 造成了很多 其他國籍人士的傷亡 根據最新的訊息 哈馬斯亦錯誤地 俘虜了俄羅斯的女子 俄羅斯 駐以色列的大使館 正在嚴正交涉 為甚麼俄羅斯 不是跟哈馬斯 去交涉的 其實很簡單 因為巴勒斯坦裏面根本沒有俄羅斯的賴使館 巴勒斯坦 你可以說這個國家存在 你又可以說這個國家彷彿是不存在的 原因就是因為 近乎整個巴勒斯坦的全境 基本上都是徹底在以色列控制的 情況真的有一點近似香港的 當然 香港隨隨便便跟巴勒斯坦相比很危險 不過 只是一個比喻 讓大家容易明白 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沒有一個是香港領事館的 有的只有 是特別行政區的辦事處 還有中國領事館 原因就是因為你 國家不存在 巴勒斯坦的狀態就是 只有一個地方獨立了出來 其實那個就是加薩地帶 加薩地帶有哈馬斯政權 哈馬斯政權有武裝組織 有空無事就對以色列發動進攻 很多人可能會問這個問題 為甚麼不把整個加薩地帶 連根拔起 因為如果你要把整個加薩地帶連根拔起 你等於要將當地的所有的平民 叫做趕盡殺絕 這件事就變成了種族清洗 你絕對不能夠說那裏有恐怖份子 就將整個民居全部移平 其實 你這樣做法 你徹底 是叫做種族滅絕 所以根本不可以這樣做 哈馬斯這次非常離譜 不單止 捉錯了俄羅斯的女子 亦有消息流出 他們把一個 有德國國籍 的女子 俘虜 其中一個女子30歲 這個女子根本就是德國公民 德國亦 正在嚴正交涉 德國可以交涉的國家有限 因為 哈馬斯嚴格來說不是一個國家 雖然他佔領了加薩地帶 哈馬斯更加 也是世界 也鎖定了恐怖組織 所以 也不可能跟他有外交渠道 所以德國 只能夠 對這個在約旦河西岸 的阿巴斯政府 即是巴勒斯坦進行交涉 但是 約旦河西岸的政權其實跟哈馬斯加薩地帶是分開的 因為他們一早就已經分裂了 所以你怎麼能夠 跟一個根本溝通不了沒有渠道 沒有外交途徑的國家溝通呢 而他根本又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為甚麼中東是個亂局 其實跟索馬利一樣 索馬利 長期處於根本無政府狀態 你根本也不知道到底跟誰交涉 所以這個世界 就算 有很多人同情巴勒斯坦 絕大多數世界 都沒有可能站在巴勒斯坦那邊 更加不要說美國的盟友 美國 就是堅定不移 一定站在以色列那邊 根本美國的深層政府 其實就是猶太人 所以為甚麼 這個叫做中東問題 從來都沒有解決過 就是整個中東世界基本上都把美國 當成敵人 截至最新為止 只是加薩地帶 平民傷亡已經超過幾百 根本也沒有辦法分辨 到底那些是平民 還是所謂的恐怖分子 也有人會問 到底 除了轟炸之外 派地面部隊 進入加薩地帶行不行 其實答案很簡單 如果你派地面部隊進入加薩地帶 實質上 只會使得以軍有大量傷亡 然後 以軍就是見人唯有開槍 到時其實無論是加薩地帶的平民 還是以軍 都會有重大傷亡 根本推了地面部隊進入加薩地帶 絕對對於 說要在當地保護平民 清招恐怖分子是完全無作用 其實就等於美軍在中東 住宅基地 然後 要去找恐怖分子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美國在中東那麼久 在阿富汗那麼久 在敘利亞那麼久 一樣 是德國吉 完全沒有辦法控制到當地的情況 基本上 當地人民完全把你鎖定當成敵人 派地面部隊過去 其實就是變了 除非你濫殺無辜 否則就是草木皆兵 任何人都好像是敵人一樣 這是目前 耳巴衝突 最新發動的這場戰鬥 目前最新的狀況 我們也會繼續跟大家跟進 最新的耳巴衝突 中東這次爆發大型戰士 相信 中俄在背後 一定 有桌底運作 這次最離譜的 應該算是以色列 自己本身 以色列 的情報網 在這個世界上 數一數二 因為以色列長期對中東 根本都是作戰狀態 以色列跟你說說收不到情報 簡直就是睜大眼說謊 好 我們這次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遭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穩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接送我們 接送 感谢观看